你們相信不學注音也可以學好中文嗎 你好我是Irene 我是樂樂文化的推廣人 我們家是住在澳洲 然後呢我先生是韓國人 我是台灣人 那我從小就對我們家的小孩子 就是都是全中文 在海外呢孩子是不能用 我們小時候學的方法去學式字 真正的方法是閱讀式字 是像利用樂樂書這樣子 充滿了生活環境裡的內容的書 然後讓孩子知道中文是一字對一音 透過大量的閱讀 他們會具備這個能夠自己讀的能力 而步入獨立閱讀 透過樂樂為什麼孩子不需要學注音呢 他們可以用點讀筆直接點在字上 聽字的音 兒子說 看到這個字的字型 從圖意裡 吸取這些字的意思 海外家庭通常會以為呢 只要送孩子去中文學校 孩子中文就會好 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必須要從家庭做起 關鍵是要給孩子提供大量有意義的聽讀環境 我就和作者姚老師聯絡 學習了非常多有關兒童識字的方法 那首先呢 第一個就是讀寫一定要分離 許多孩子他們其實是有能力 可以在非常小的時候就掌握閱讀能力 達到獨立閱讀 而寫字呢 需要去看一個孩子 他的手部發展是否完整 才能開始 所以一定要把讀和寫分開來 第二呢 就是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孩子是不是有他的喜好 透過去幫他做喜好的連結 找到他自己對學中文的這個熱情 第三就是他學習的這些識字材料 必須要和他有很大的關聯 對他來講學習才有意義 比如說在樂樂書裡面有非常多 與他當天生活相關的這個內容 第四就是用閱讀識字的方法 讓孩子透過大量的閱讀 他們真的會自然識字 剛開始也許會看起來他們好像是在背 可是重複這樣子的過程 他們會慢慢先知道一字對一音 慢慢地記得許多句子 然後再重複 所以它是一個需要一直不停重複的過程 第五就是我們必須要理解到 孩子能專注的時間很短 我們需要把學習分開來 我們寧願一天多做幾次 然後重複地做 也不要一次覺得說 好我現在就只有一個小時 然後把小孩子抓在旁邊 然後強迫他們就是要跟著我們 就是來學中文 這樣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 會造成孩子的抗拒 現在就把握孩子的黃金敏感期 讓孩子早日進入獨立閱讀 歡迎大家來加入樂樂工學團 歡迎大家來加入樂樂工學團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